比赛继续进行 赛制由初赛升级到了复赛阶段 所以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机制 互相盘问 由二变手向对方的一变三变进行盘问 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可以任意提问 由反方先开始 反方二变做好准备 计时开始 好 谢谢 请问一变告诉我 会毁灭是不是代表一定会毁灭 不一定 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因为会是代表一种可能性 不好意思 你不能打灯 我请一变回答我好吗 不好意思 我方三变已经讲了 会代表一种可能性 而您方告诉我不会是不可能的意思 好 谢谢 您方告诉我是 您方有可能 但是与此同时 我方也告诉您我方有可能 在这种两方都有可能的情况下 您方的立场不能得正 好 就跟您 就跟您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这些回书的历程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人类作为始祖的时候 面临着冰川的时代 我们没有任何的科技 我们依然度过了难关 请问您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的科技更发达了 为什么反而度不过难关了呢 对 我们现在的科技 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碳排放问题 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 古人根本不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碳排放很厉害 但是我们也知道 人类为了碳排放这一问题 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碳税的征收 包括碳的回收利用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您方看不看 来 对方面临 您认为科技的发展 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我们发现 碳排放的问题 原本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 留下了病根 这原本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 我们看到了 人现在为了这个问题 也做了很多努力 再请对方一边来告诉我一下 您在理论的时候告诉我说 生态危机是难以抵御的 是这个词 对不对 对 难以抵御 所以我们要做的更多去抵御它 但这不代表我们一定能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对方面有今天的论证逻辑 对方面有告诉我们说 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 是没有作为的 我们做不了什么的 所以对方面有告诉我们说 人类面的生态危机 一定会毁灭 而这样的生态危机 一定会毁灭人类 对方面有在做一个循环的论证 好 请问对方三遍来回答我了 您这么想回答问题的话 今天持有这样的态度 是不是希望我们有一种警示 有一种警觉的这样一个作用呢 就是我们理论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人类 在危机面前是束手无策的 也就是说我就等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警示作用还有什么意义 我反复跟您强调的是 正因为生态危机 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的考验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提醒大家 要做这些事情 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您方一边告诉我了 生态危机在人类面前 是难以抵御的 所以您方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警示作用是毫无意义的 反过来说了 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是不是您方在论证我方立场 生态危机不会毁灭人类呢 各位 考大学很难 但不代表难就不考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要持有乐观的态度 才能够战胜困难 谢谢 反方二边时间到 接下来正方二边做好准备 计时开始 各位 您好 您讲的第一个点告诉我们说 可以解决一个个例 可是在逻辑上很奇怪的是 可以解决一件事情 就代表都能解决吗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您能不能告诉我 现在海平面每年都在上升 您要怎么解决呢 难道是身高一米 你就填一米 身高一百米 你就填一百米的地吗 一遍 好 很好 刚刚我已经讲了荷兰的例子 我们应该还地与水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遍 您方一遍好像没有再回答我的提问 我的提问是说 当海平面每年都在升高的时候 我们的地表会被淹没 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不是 这些 我们的解决方案从来都不是填海 反而是要还海与水 建立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态圈 而且像丹麦这样非常前卫的房屋设计 它也能够是我们继续居住下去的 好的 我稍微打断一下 因为我说的是海平面身高 可是你还要去给海还水 这个我好像不是很能够理解 再来 海平面身高 它不仅有吞没土地的危险 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你知道吗 海平面每身高一米 全世界就会有三分之一的耕地 会受到影响 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宁方又要怎么解决呢 一遍 海平面身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冰川融化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 好的 我们减少碳排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打断一下 宁方在给我解释原因 这个原因我是认可的 不过您似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解决 全球变暖这个学说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美国的学者斯奈德就已经提出了 可是直到2009年 美国作为一个碳排放的主要排放国 它却还没有在 哥本哈根会议上签署这个协议 而荷兰其实只是一个碳排放的小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哥本哈根会议面临着一些政治方面的博弈 这不是环境所能解决 您刚刚先承认了我的一个意思 那就是您也是说 现在还没解决 由于某些因素 再来 您现在告诉我们 是当它急迫的时候 你希望它能解决 那您能不能回应我 你希望它能解决 代表它能解决吗 我希望我能考上清华大学 代表我能够考上清华大学吗 谢谢 好的 时间到